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王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王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了 很厚 變成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厚 現在是小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來試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去看醫生 都不行 其實我沒有想過這幾粒是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Alba之前說了一個 記不記得她在我們的頁面寫那個 她那個對 那個看法 對 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多說五至十分鐘 其實我們變成三節 是每一節想長一點 其實我最後那個顧小化完 最後為什麼發現 因為其實中間 原來我透過朋友才知道 我又不是那些 你也知道我的性格 不是打冷沙寶問到毒 完了就完了 過去就過去了 被我發現 她原來在我們大家的common friend 就是下毒藥 說到自己多慘多可憐 但她確實是沒有做過 例如她說什麼 她都不欲我 她不緊張 我不在乎我 我不在乎我 我每天打那個電話 和聽那個電話是什麼 還有第二件事 可能你要問 那為什麼你不飛過去呢 她是知道我搭不到長途機 因為身體狀況不太好 我是搭不到長途機 她是知道的 這個我覺得責任不在我身上 嗯 那 後面說了很多話 我都懶得理她 因為其實已經心都死了 聽完這些話 那我就不想理她 有一次我最記得就是上 什麼時候呢 就在前年11月 我朋友剛剛結婚 我跟她做伴侶 之後我又生病了 因為天氣都很冷 所以不小心就涉及了 我記得11月底的時候 香港搞了一個紋身展 那時候我就很想去 就約了我們大家 我跟她有一個共同朋友 嗯 突然間我 那天我就化了笑 在家病到暈了 睡到暈了 我收到她的電話說 嗯 你在哪裡啊 我在家病到暈了 睡了 因為我說我知道 那天是紋身展 我說我去不了 是嗎 噢 噢 那沒事了 我沒有奇怪 因為其實我早就跟她說了 我去不了 嗯 收到線 大學過了一個星期 我又收到她 這個朋友的電話 我這個朋友的花名叫戰咀 因為她說話真的太面 這個人真是白嘴 那她忍不住打給我 就跟我說 你們 你可不可以說一次 你跟A先生分開 因為什麼事 因為其實我從頭到尾 沒有跟他們交代過 是 那我說完整件事 我原本是我不想說的 我是說得很 怎麼說呢 很厲害 那樣 後來她就跟我說 A先生在後面 在她面前說我 那我就生氣了 那我就把整件事告訴她 她告訴我 那個事件 為什麼當天她打電話 問我在哪裡 原來那天紋身展 她看到A先生和一個金髮女郎 在紋身展走過 她沒有打招呼 她覺得奇怪 她說以為我應該是側巾的 可能是那個金髮女郎 是我的朋友 是 那我說不是 她說我之前不是 因為我跟了她好一段時間 為什麼側巾人 去了哪裡 我說你有沒有跟她打招呼 差不多跟了那段時間 我就打電話給她 她竟然告訴我她跟朋友去 我說 誰呢 你問我 我在哪裡 她好像答我 我沒有記錯 她好像答說有在這裡 所以她就打給我 那我就揭開她說謊 其實我覺得 那時候 這個朋友 因為她是好兄弟 認識了很多年 幼稚園幾乎 和一條褲兩粉穿的朋友 就是一個朋友 罵到她飛起 我最經典的 有一句說話 因為事後我們 我跟 因為不止這個 comment friend這個箭咀 其實她還有兩個兄弟 是 有一個就是 上年年底做老陳 要結婚的 嗯 她就說了一句 我心裡 我覺得 那一刻我瞬間放下了一件事 是因為這個朋友 她說了一句說話 是 她告訴我 他們幾個約了A先生出來吃飯 其實那天是大逼供的 因為 哪有可能 你散了就散了 你這樣說話 他們覺得 不可以 在他的道德底線 他們覺得不可以這樣 她想著再問她 是否還要繼續說謊 誰知道發現 其實已經開始問她 就是拿口供 你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我不知道 後來她約我的時候 跟我說回這件事 因為他們生氣 因為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真的 他們是看不過眼 為什麼她要這樣說話 因為他們覺得 在我們三個都可以這樣說話 我們還有其他comment friend 她都可以在後面這樣說你 你又做了什麼 你現在殺人放火 你有沒有被六母帶 現在誰被六母帶 你憑什麼 還要是你想想 那個女生 你這樣說那個女生 他們就覺得很不高興 幫我出頭 她說了一句 她說了一段話 就是結婚那個男生 他以前玩得很瘋 但現在就是修心養性 她說了一段話 令我瞬間放下 我覺得 其實我也不是那麼差 因為我其實有反省 這段時間 是否我做男女朋友做得不太好 我在那裡反省 是否我不夠caring 是否有些地方做得不太好 可能那個剛巧真的不是她 是個朋友 我會想很多這些事情 原來我發現了 正確時間 正確人 這句說話真的 是很重要的 你以為和那個男生 或者是你多喜歡的男生 也好 多合適 原來你一相處 你不配合那件事 就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是 有很多事情 譬如我有一位朋友 跟我差不多大 他會結婚 但他會說 那個就不是你的right person 他會說 他會說 那個就不是你的right person 他會正硬地說 最初我也覺得 是吧 正確的那個 快結婚的朋友 他真的這樣說 他說 分手就分手 是的 你是男人 男人老狗 你做些什麼 三姑六婆 在別人後面 你這樣好話話 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跟你一起了這麼久 從以前到現在 是的 你不喜歡別人 當中有粗口 因為生氣 你不喜歡別人的 你一早放人走 你不要生別人的時間 生別人青春 你自問自己 你做這些事情 你認識第三者 你去出軌 你不要說別人不在乎 你什麼 這些是一個藉口 你出軌就是出軌 你不要再生別人的時間 你要生別人 你還要 然後後來 他還說 他被人發現 適合穿了廣大話 即是假裝死狗 又說找不到這樣那樣 這個朋友說一句 你不要再找人 你不要再生別人的時間 其實如果我是你 我是你 我告訴你 他終於說一句很壞 他說一句髒話 罵這個A先生 很多年兄弟 我沒見過他這麼激動 因為他給我一個感覺 是一個很calm 很gentleman 我沒見過一個男人 賤到你這樣 他當然說了一句 髒話 他形容這個 大家想到了 那個形容詞 我說 可能你餐飯吃不到 對 我把餐巾放下了 我就走了 他說 那天明明是出來罵他 但是這樣說 你也很幸運 就是有一個multual friend 有對multual friend 如果你沒有multual friend 其實他們 我很結束 因為這麼多年我們一起拍拖 我會是見他的朋友 連這群朋友是見到最多 我們當中 我是什麼性格 我在裡面 在這些感情 我付出過什麼 我擔當什麼角色 他們是看得很清楚 我明白 所以他們是看得很清楚 加上大家又走開 我們自己也會聊聊天吃飯 有時候我們會面對我們幾個吃飯 所以他會知道 他會覺得 站於朋友立場 他會覺得有點替我不值 因為我們第一次分開的時候 他們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因為我也沒有說什麼 第二次的時候 他比自己的朋友捉黃腳雞 所以才讓這件事出來 其實他去年結婚的時候 我這個朋友很想請我去 但是我說我真的去不了 我沒有辦法去 因為第一 我不想給一個車望 也不想給一個機會給那個人 第二就是 我真的不想去 我祝福你我會的 但是如果你要我去的話 我做不到 OK 其實你還未放下 不是 我不想見到那個人 因為這個人 以我所知 他是找人去找我 即是你不可以當他透明 你做不到 很難 很難 因為一件討厭的事 我是想遠離這件事 因為始終 我放下這件事 但我是否原諒這個人 幾年前 我未完全原諒到他 就是年紀 OK 那你的經歷不是很多 死人頭 對於我而言 對於我而言 你想到一個傷害 你就不是 你想到外面玩什麼就玩什麼 你反過來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女兒 你會怎樣想 大一點 如果你有一個女兒 你有這樣的男生 他這樣對你的女兒 你會怎樣 我傷害你 還有我想 綠母的定義 通常都是 你識穿了對方 有第三者的時候 你才知道大綠母 你還未識穿的時候 他還騙你透的時候 你就沒有這件事發生 即甚至男還是女 我都覺得是綠母 你明白嗎 這是一個條例 很簡單 所以你說各有各需要 我明白的 我是開放式的 但一個問題是 喂大哥 我剛才也有說過 你是用結婚的前提 大家設定了一個時間 那你要尊重我 你不是這樣去做 例如當我是男生 你是女生 我們有一個目標 例如一年後結婚也好 五年後結婚也好 事業有成 諸如此類也好 那你應該已經是一個 所謂的口頭承諾 那你的承諾之後 或者你們去面對一件事 或者我去了外國工作 我丟下一個人在香港 那我沒有留學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男生 會是怎樣想 你承諾了一件事 我承認的 GT Wireless說 有需要的 我能夠滿足你的 我能夠滿足你的 那你為什麼還要去找別人呢 你還要去找別人 你還要不是一個 我真的不是一個 不是只有一個 因為事情完結後 很多事情就開始 真相浮現 所以我為什麼不想再看到 我覺得這個人很討厭 這個人很髒 所以我真的不能再接觸 和這個人接觸 很坦白 站在一個地方 一個地區 我都不願意 你明白嗎 GT我都明白 現在是越來越少珍愛 或者我還有一個期望 我自己這樣想 我也是有一個期望 過去的事情不要緊 一樣不一樣 八樣人 雖然是一定有的 但是你說好的男生 還存在的 可能太明白了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以前多壞都不是一個問題 你現在和將來 我會是看Present Tense的事情 和Future Tense的事情 你以前怎樣差都很快 你以前是一個 其實我講得比較難聽 以前有一班 我以前的朋友 都可以分享 不是我分享 我是朋友 真的是朋友 出去玩的 很頑皮 追女兒無數的 見得太多了 但是他們結婚後 我經常都說男生是嫁的 原因就是 他們真的是重量的 哈哈哈哈 埋案 吃井水禮 反而越頑皮的男生 有時越長越乖 當然有些繼續下去 必然有 一定有 但是我發現原來 他一找到一個真愛 他小時候玩幾點都好 或者男和女都是 小時候玩幾點都好 當他們真的找到True Love 反而更好 就像我朋友一樣 即是我們打common friend GT有真愛 但我不是他真愛 所以他戒不了 就是這樣 其實我剛才開波椅就這樣說 我不是一個right person 我不是一個right person 我只可以這樣說 Mendy 是人都想要真愛 你別玩 所以我最喜歡檸檬茶 檸檬茶一定會給我真愛 你明白嗎 那隻貓 因為那隻貓狗狗比較忠誠 你是他的全世界 所以 唉 現在Albert已經看了 已經夠了 這個悲傷的經驗 拜拜 真的辛苦 原本想說那個有雞還是有蛋 那個要結封還是什麼 但今天 我們又說過了 下一次 我收到你的message 但我不知道 我還未會設定 你的問題出來 我搞不定 Facebook 好 我會把你的 有雞和蛋 信言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繼續說 等等 我看得太慢 太執著 但有時大家開放些 不要太執著 就比較好些 執著太重要 對 執著太重 對 太重 要對 各方面都沒有好處 各方面都沒有好處 我怕不到 最後一句GT 對各方面都沒有好處 等一下 執著太重 要對 各方面都沒有好處 我明白了 其實我們明白的 GT我明白的 不是執著 有時拍到一個承諾 如果是去Facing的話 你問的 我相信大部份的人拍拖 也有的 如果你說真的 我不去愛他 我就不會傷害 要不讓他傷害 要不讓他傷害 因為你真的喜歡我的東西 你才會傷害 你不喜歡我的東西 就不會 我明白的 不是執著 你問我現在有沒有放下 我有的 甚至是 我以前遇見 有人在街上遇見 我以前的男朋友 他們會自己打開 看誰做錯事 我走得正 站得正 很簡單 即使你說我現在在街上 真是 不幸運撞到他 我都是怎樣走怎樣過 我不會跟他有任何 肢體或語言接觸 但是我會 我的朋友說 當然是跟他說Hi 這些 I 我說 為什麼我會跟他說Hi 完了就是完了 我連一句話都不想跟他說 因為我是討厭這個人 你說我是不是放下 其實我原諒了一件事 但是這個人就太醜陋 我需要一些時間 去消化這個人 我想你不是放下 我覺得不是 你說這件事我真的 怎麼說呢 如果要放下 我有個朋友教的 即是一個sharing 你可以不想的 放下了give up就算 但問題是你問我 我不喜歡他 我不見他算 那就算 整件事遠了 但因為你中間有很多multual friend 有千年 所以你根本不想再想起 其實我們沒有說他 即使我現在 說不說你都會很容易 你會想到他 沒有沒有沒有 開頭是會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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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所以為什麼說那個朋友分離沒有去 因為我知道他會聘請那個人 因為他跟我說的 OK 他說他會聘請那個人 我知道你不想他 但我想你來 我說他在這裡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說你總之你不要跟我說他會來 如果他會來 我到了 我會當看不到他 他做什麼都不關我 但你跟我說了 我就會覺得不OK 因為其實現在 即使我們面對面 有時候我們大家 一群朋友 吃飯、聊天、派對 什麼都好 最會 我們很正常 我看著他 我都不會聯想他 但你說當那個人出現的時候 我對他會產生一種厭惡 你明白嗎 他不在我這個 在我周遭四處範圍出現 我是沒有問題的 他一在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種 很髒 很身不聚財的感覺 一直喊愛 撞鬼的感覺 我想到了 撞鬼的感覺 我覺得曾經喊愛就會這樣 有時候會反落 我覺得是正常的 所以你說這個人 再覺得十年是OK的 你相信我等了十年 就會沒有反應 對著他沒有反應 可能是 對著他現在 我想到 真的看到撞鬼的感覺 對 更愛戀過撞鬼 對 真的更愛戀過撞鬼 多謝BMW 多謝 Wireless 不如這樣吧 你們下個禮拜同樣時間 都是九點鐘左右 到十點 二十點 整個時間 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出面有人要錄音了 噢噢 噢 對呀 我們下個禮拜見 好嗎 那我們有些什麼 就麻煩電話 Message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下個禮拜再見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我們很榮幸請到 帥仔Alex來接受採訪 是 那Alex呢 我初相識她的時候 整個臉都紅白白的 有牛皮腥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吃了 你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 是不是好了很多呢 翻臉就差很遠了 那人是不是自信心大了呢 基本上本身都是 也有些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 基本上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要吃八顆 因為他要爆頭那隻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除了牛皮腥之外 其實我很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子 是 敏迪其實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他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那現在就不會經常肚痛 是呀 以前一喝到一些冷水 就會馬上肚痛 馬上來 還有你的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否追女兒 是否容易了 沒有試過 那這件事就叫 Tony介紹的女朋友給你 Tony那麼多女朋友 你吃幾天開始 覺得有效果 我就 因為我幾樣都有改善的 幾樣都有改善 因為你是八毒神君 我都沒有去做 我腸胃敏感 牛皮腺 加上臉有些紅腫 我大概吃了一瓶左右 已經有明顯改善 現在我都在吃第三瓶 現在全部都開始退 退得很快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就三十歲 用了一瓶洗頭水 加一瓶精華素 這樣就見到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 我們現在那個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answering